穿着黑丝的脚在男人脸上肆意游走 但这股味道让男人直呼要命 大概是被他嫌弃的表情伤了子尊 女人的大耳瓜子一个接一个往他脸上招呼 打泪了又开始疯狂的亲男人刚擦完脚的脸 还叫来自己的闺蜜一起来蹂躏他 这变态的行为属实让大壮糟不住了 突然他的手机响了 竟然是妻子打 女人威胁他 不配合就要接通视频电话 大壮只好屈辱地表示 任他俩为所欲为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 都要从昨晚说起 大壮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平静的生活在父亲节这天被打破了 原本一家四口计划去海边度假 可大壮却因为要加班赶搞独立留在家中 就在他静静地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时 一阵急促的门铃突然打破了这份惬意 大壮打开门一看 外面站着被雨水淋透的两个性感辣妹 他们声称自己迷路了 手机也泡水了 向进屋借大壮的手机一用 看着他们冻得瑟瑟发抖的可怜模样 他心软了 不但同意两人进屋暖暖身子 还贴心地帮他们叫了个车 可这里位置偏远 最近的司机赶过来也要50分钟 两人可怜巴巴地请大壮帮忙护干衣服 尽管有点不情愿 他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结果他刚从卫生间出来 就看见两人自来熟地抱着狗子嗨皮 他立刻抱走狗子 心里开始觉得两人有点貌美 大概是看出大壮的脸色不太美妙 他们终于消停下来 三人开始闲聊起来 在得知今天是父亲节 而男人只能独自过节时 他们迅速扑到大壮身上 热情地表示要陪他过节 气氛一下暧昧起来 大壮不自在地换了个位置 掏出手机看了一下 网约车即将到达 才狠狠松了口气 这时一个女孩却突然提出 要借用一下浴室 男人是个有夫之夫 却在一个雨夜被两个辣妹缠上 她好心地给迷路的两人叫车 可他们却在网约车即将抵达的时候 故意躲在卫生间不出来 没办法 大壮只好蒙着眼睛打开浴室的门 结果两个女人竟然邀请她一起玩耍 还不顾她的反对 开始上下其手 在两人热情的共事下 大壮还是沦陷了 第二天一早 她一睁开眼睛就发现 女人已经不见了 刚想松口气 就听见厨房传来阵阵声音 走进去一看 两姐妹竟然把厨房 祸祸的乱七八糟 比自己家还不客气 大吃大喝起来 大壮气得让他们马上离开 两人竟然要赖在这里 还用告诉她老婆来威胁大壮 忍无可忍的她 只能选择报警求助 看男人动真格的 两人态度瞬间软滑 大壮这才顺利将两尊温神送走 生活终于重归平静 她开始收拾其姐妹俩留下的烂摊子 折腾了一天工作 是一点没做 就在她以为终于能安心干活时 一声一响引起了她的注意 大壮走过去一看 发现是全家福摔在了地上 她走过去想捡起来 男人再睁开眼 已经被五花大绑在床上 一个女人还换上自己女儿的校服 强行要和她玩游戏 见男人不肯 还将抹布摔在她脸上 接着 雀黑的脚牙就直接上脸 熏得大壮直眨眼 踩过眼了 又开始疯狂亲戚刚擦完脚的脸 亲着亲着 突然又变了个脸 开始左右开工 狂扇大壮的脸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 是妻子的视频电话 两姐妹威胁 大壮如果不配合 就将她这个鬼样子 直接暴露在妻子面前 为了家庭幸福 她只能认姐妹俩为所欲为 突然 黑发妹被狗叫声引走 大壮赶紧抓紧时间 正开束缚 一把将女人推到在地 接着怒气冲冲地奔到大厅 死死掐住黑发妹的脖子 结果黑发妹齐高一招 直接用叉子 在大壮肩膀上开了个洞 还不停地用力按压 直到她活活痛晕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又被绑在了椅子上 更变态的游戏即将开始了 两姐妹绑架了一个有夫之夫 正要逼迫她玩变态的游戏 门铃却突然响了 他们只好先把男人藏起来 来者是大壮的朋友 他们假称是大壮的侄女 企图蒙混过关 可黑哥一进门就发现满地狼藉 客厅的艺术品被糟蹋的不成样子 气得他当场哮喘发作 可救命药却被女孩拿走 两个人你接我抛的玩了起来 全然不顾黑哥难受的喘不上气来 追逐间 黑哥脚下一滑 脑袋重重咳在地上 当场隐恨细微 大壮恳求两姐妹赶紧叫救护车 可他们却像疯了一样 哈哈大笑 笑够了就用诗报纸 一层一层糊在尸体上 将它做成了艺术品 接着用两人的手机 互发短信 制造他们不合的假象 然后将尸体塞入货车的后备箱 做完这一切 两人回屋 轻飘飘地给大壮怕了死刑 因为像他这种 不忠于家庭的男人 就该死 大壮崩溃了 两姐妹完全不为所动 开始在院子里挖坑 准备将人活埋 大壮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他努力勾到平板 谁料刚拨通妻子的电话 就被两人发现 黑发妹一把将平板扔到院外 彻底打碎了他的希望 他们开始在房间里大肆破坏 似乎在做最后的宝宽 随着时间逐渐流逝 两姐妹终于玩够了 天亮后 他们将大壮一路滚进挖好的土坑 丝毫不顾男人大声地呼救 随着铲子不断飞舞 很快 大壮就只剩头部落在外面 他不断恳求两人放过自己 黑发妹答应给他机会 只要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如实告诉妻子 大壮答应了 结果电话刚拨通 他就大喊妻子赶紧报警 两人彻底失去耐心 黑发妹举起石头 就朝他天灵盖猛地砸下 大壮被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却哈哈打笑 原来这只是个游戏 两人专门找大壮这种有妇之夫 故意引诱他们犯错 来验证他们对婚姻的忠诚度 很显然他没有过关 临走前 他们还将这期间拍下的小视频 发到了抖音 只留下大壮绝望的呼喊 等两人走后 他挣扎着伸出手想删掉视频 结果手一划直接点了个赞 尽管大壮很爱自己的妻子 可面对诱惑时 他还是没有坚守底线 两个女人的确不该考验人性的灰暗面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有时候美好的事物背面 就是恐怖的陷阱